骨松四部位最易骨折。 蹬脚跟这样做补骨致密度。 四部位易骨折,骨松患者的致命伤。 骨折疏松症最麻烦的,就在于不会有相关的症状出现。 在罹患之后,即使病况发展到相当程度,大部分的病例也还是看不出症状。 会出现疼痛等症状,大概都要等到骨折发生的时候了。 由于此症就是缺乏自觉症状到这种程度,所以会说骨折以后我才注意到的人,依然不断出现。 不仅如此,三分之二的案例中都有著没有疼痛症状,并没有注意到骨折这件事的情况。 所以,应该能够理解为何骨折疏松症会被评价为麻烦的疾病了吧? 事实上,骨折疏松症所引发的骨折,有著几项特征。 若能够了解这些,或许就可以早一些留意到患病的事实,避免骨折的情况发生,所以请务必留意以下的内容。 一发生骨折的四大部位。 骨折疏松症 是让全身的骨头变得空洞且以骨折的疾病,我们身上特别容易骨折的部位共有四处。 1. 手腕的骨头,绕骨圆端处。 2. 背部或腰部的脊骨,脊椎椎体。 3. 宽部的骨头,骨骨尽端。 3. 宽部的骨头,骨骨尽端。 3. 宽部的骨头,骨骨尽端。 3. 宽部的骨头,宽骨尽端。 3. 但骨质疏松症所导致的骨折,跟这些是完全不同的。 4. 因骨质疏松症而变脆的骨头,很容易因为些许力道就咔嚓地溃裂开来,这就是所谓的脆弱性骨折。 4. 先前所提到的四个部位,都是很常会遭遇到外力的地方。 5. 例如,因不留意而快摔倒时,手会去撑伏,或是半倒,身体扭转等等。 5. 这些情况大家都曾遇过,但如果是健康的骨头,这种程度是不会造成影响的。 5. 可是,当罹患骨质疏松症时,即便只是这种轻微的程度,也会马上就发生骨折。 5. 更何况是想跌倒造成囤不住的,或举起重物等轻转。 5. 当施加了意料外的强大外力时,发生严重骨折的案例也很常见。 5. 像这样的骨折,不管是哪个部位,只要发生一次后果便不堪设想,而且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5. 在这期间里,腿腰部的肌力会减弱,甚至可能演变成需要卧床休养的情况。 5. 这样一来,不论心情或活力,都会越来越衰退。 5. 股质疏松症导致的骨折,不仅影响身体机能,还会夺走心理的健康状态。 5. 股等流失,负重运动可补救。 5. 股等流失,负重运动可补救。 5. 股等流失 另外,不论你到了几岁,依然可以锻炼骨头。相信这些各位都已经了解。 那么具体来说,怎么样的运动对于提升鼓励才是有效果的呢? 事实上,并非所有运动都可以达到效果 需要留意的是,能锻炼骨头的运动,与锻炼肌肉的运动是不一样的 再重复一次,要集油运动让成骨细胞活化,达到促进钙质沉附到骨头上的效果 所必须的条件是要对骨头施加重力或冲击,也就是给予适度的负担 正因如此,举例来说像是有祝福力作用,让重力减轻的游泳项目 因为并不会给予骨头负担,所以难以期待会产生锻炼骨头的效果 但由于游泳对于锻炼肌肉,提高心肺功能非常有效 因此有在游泳的人,建议可以配合增加能带给脚跟负担的水中行走项目 再忙也能做的蹬脚跟训练 我最推荐的骨头锻炼法就是蹬脚跟及迷你跳跃这两种方法 20、30来岁的年轻人当然不用说,即使60岁了,但对于自己的体力和角力有信心,充满精力的人也一样能做 这两种方法,都能够机械性地对骨头施加负担,拥有促进骨形成,打造强健老骨骨头的效果 灯脚跟在厨房煮饭时就可以边煮边做,请记得要常常做 而迷你跳跃能够对骨头施加打体重数倍的负担,可以期待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两种运动都可以分成多次来进行 比起一次做很多回,能够长期持续下去才更重要 对骨头施以重力或冲击时,会活化骨细胞 而如同先前所说过的,骨细胞有助让全身脏气活患的作用 即由锻炼骨头来活化骨细胞,不仅能够防止骨头老化恢复青春,更与全身的年轻化有助关联 为了能够防止骨细胞,为了能够一直有朝气又美丽,请务必养成每天锻炼骨头的习惯 灯脚跟 灯脚跟 1. 双脚并笼,逼直站立,抬高脚跟,并用脚尖站立 2. 若站不稳的话,两脚可以稍微打开,或是抓住椅背来进行 2. 让脚跟一口气落地 2. 让脚跟一口气落地 3. 此时头部会稍微感受到冲击感 3. 这对于骨头是施加了适度的冲击,不用太过担心 3. 以每两秒一次的频率,重复步骤1. 二,共60次 3. 迷你跳跃 1. 站在约10公分的台子上,脚尖略为突出排泄站立 2. 从该处轻轻跳起,落到地面 3. 一步骤1 2. 为一组,每天做50次